大家好,早上好,我是表叔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不少人关心的话题 最近美国共同安全部遣返了一批中国的非法入境者 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 应该是美国在今年第一次遣返了这个非法入境者 人数应该是在120人左右吧 或者是少于,具体数字不是很清楚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116名 这是最近首次的一个大规模的暴击遣返 是在今年的6月份进行的,6-7月份吧 那么应该是一个礼拜之前进行了第二次的大规模的暴击遣返 但是这个数据并没有透露 就导致了一些在美国境内的无证的中国移民 他们就感到非常担心 担心自己会不会被遣返 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 别忘了订阅表述看世界啊,订阅我的频道 首先要了解一下最近这几年究竟有多少的中国人通过美国的南方边境 就是美国边境非法入境 这个数据的统计呢,也并不是非常的完全 因为有的人进来之后,他是像边境附近的这个移民局啊 他是报了到的啊,他是注册的 有不少人是通过了这个叫做恐惧这个约谈的 还有一部分人呢,他们进来是没有被抓着 而且呢,也没有去备案的 然后直接入了境以后 就跑到的,比如说法拉盛啊 躲起来了啊,就是黑掉了 当然这些人也有一部分应该是在入境之后 他们自己去申请了这个庇护 我首先啊,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数据 就是说美国移民局的统计在2023年就有37000多名中国公民 通过美国边境非法入境 他是2022年的10倍 那么2024年,也就是今年究竟有多少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从这些官方的统计来讲 至少有4万人以上 在2023年通过,因为官方的数据他不一定准确 因为他肯定漏了不少人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是通过合法入境的方式 入境之后,滞留,签证过期 这个呢,过期了之后呢 如果他没有申办这个庇护 他也属于无证移民了 所以这个在数据上 大概的给大家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也有朋友问啊 这个庇护,是吧 也有的人他不愿意庇护 就是说,但是对于很多非法入境的人呢 来讲呢,是这些总线的人来讲 庇护基本上是他唯一的通道 那么这个庇护率究竟有多高呢 大家都非常的想了解 那么我今天呢,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统计的这么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呢,是来自于美国的各种报道 移民行业,或者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啊 等等一些单位的这些透露的数据 首先呢,我们来讲讲2020年 2020年,中国庇护申请者的批准率为 76.7%,这一年的批准率是最高的 那么反映出当时中国的这个申请者相对有利的局面 到了2021年,这个批准率有所下降 因为50%,这是全球疫情下的情况 因为很多庇护者的这个审理进度放缓了 所以它的批准率是有所浮动的 2020年呢,之所以那么高 76.7%,这也是可能因为疫情 国内那时候大面积的封控 是吧,大面积的封城 所以在美国的新闻报道里也都有很多的报道 这可能是导致申请者批准率相当高的一个原因 2022年呢,这一年 它的批准率就进一步下降 只有33%左右 这可能主要是由于移民政策的变化 和这个案件羁押的增加所导致的 那么2023年,也就是去年 这个中国庇护申请者的批准率再次回升 达到了73.7% 远远高于所有国籍的庇护者平均批准率 那么这个平均批准率是大约45.8% 而中国申请庇护的人呢 他们的批准率达到了73.7% 就是相当的高 所以就从这个数据上来看 因为数据能说话 数据上来看 中国庇护申请者的批准率 在过去这几年的浮动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总体上来讲 它是高于许多国家的平均批准的水平 这个是跟国内的政治局面和这些具体的一些情况是相关的 因为很多庇护者呢 他的庇护的申请的原因呢 往往是和政治有关和宗教有关 这种这些原因的获得批准相对来讲 他的批准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刚刚从这些数据的分享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申请者的成功率相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讲是比较高的 还是很有人担心 像这些被遣返的 咱们就打个比方吧 最多这三百人 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会被遣返 大家可以想一想 那么进来 比如说2023年进来 差不多四万人的话 那么这两个包机遣返三百人 其实这个比例是相当相当低的 那么被遣返的原因 大概呢 可以这个难扣为几种 几个方面 第一呢 就是未能提供合法身份 这种人呢 就是说你非法入境 而且无法证明有合法的居留理由 也就是说 一些人呢 他可能没有通过这个所谓的恐惧面谈 那么他将会面临遣返的风险 那么还有的人呢 可能就是说 我进来了 我把护照给扔了 或者是怎么回事 这都是有这个可能的 因为有的人说 我进来以后就不要护照 我把护照扔他托你 所以你无法证明你的合法身份 谁知道你是谁呀 是不是 所以这个护照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不能弄掉的 而且呢 有的人呢 他就是说 在从南美过来的时候 会遇到抢劫 护照钱包就被抢走了 因为在我们这个观众朋友里 他就有这种人 因为后来他联系到我 东西都被抢了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你身上最好随身揣上一个这个影印本 也是影印件 要不然谁能证明你是你是什么人了 哪来的 还有就是庇护申请被拒的 其实这种呢 还是真正被拒的 还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 要达到遣返那个地步 还是要花很长的时间的 等会我再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程序 说 申请被拒之后 然后你打官司走到了最后最后这一步 你仍然被拒绝 就是在司法层面上仍然被拒绝 那你很有可能就被遣返了 那么第三种的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涉及到走私 或者其他犯罪行为 比如说 美国最近这几年 大力的 打击这种非法越境 贩卖毒品 或者是进行人口走私 比如说 把一些妇女啊 弄到美国境内来卖银啊 做苦工啊等等啊 这一类的犯罪分子 还有其他可能是在美国犯了事的 就是说进入美国之后 后来又犯了事的 比如说 杀人啊 抢劫啊 这种暴力行为 这一类的人 肯定是绝对的会被优先遣返 所以呢 对于绝大多数的 没有犯罪记录的 这些非法入境中 他们大可不必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 或者说 中国政府对遣返 整个操作 是不积极的 即使是 美国下令要遣返 很多人也不会立刻被送回中国 因为在这个事情上 其实中国的政府的配合度 是非常低的 这个结论呢 是来自于 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这方面 就是说 美国人是想把这些人 就是说决定要遣返回去 但是呢 中国也会提供各种理由 继续介绍这些人 比如说有的人 他可能证件没了 或者有的人 有其他因素 就是不想 就是留在美国吧 你们还别回来了 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 是就不着担心的 我最后想讲一下 似乎最近这两年的庇护率 还是比较高的 基准率 那么万一 就是说 被拒绝怎么整 其实呢 美国的司法 是有很多的程序的 所以为什么 大家可能听说 在美国 一个杀人犯 他杀了人 然后被判了死罪以后 也不知道猴年马月 那个死罪 还真能够落到他脑袋上 就是说 他要不断的上述 你知道吧 一上述上述 上述到最后那个阶段的时候 被驳回 那他就没有办法了 即使是那样 再给他送上侥幸架 或者给他送上电影 那还是要花很多年的 不是说像在中国 就是说 立即执行 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 好 那么申请者 一旦被拒 有哪一些司法途径 可以继续抗争呢 第一个 就是上述到移民法庭 这个移民法庭 你向法庭上述 他会对你整个案件 进行重新的审查 这个过程实际上就已经会很长了 绝大多数都会需要 一年甚至数年以上 所以有很多人就说 哎呀 我上述到移民法庭了 好几年没消息了 这是应该是比较常见的 这个 除了移民法庭之外 还有哪些形式可以其他申请保护呢 那么如果是被拒绝了 你还可以通过叫做 禁止酷刑公约 这个条件下的保护 那么这种避免申请者被遣返 还有特别是被遣返 是存在酷刑的国家 可以利用这个国际公约 申请保护 这个当然了 如果你能够提出像一个证据 说你回国可能会被受酷刑啊之类的 第三个方式呢 就要向联邦法院上诉 就是说你这移民法庭给你拒了之后 你还是有机会 向美国联邦法院提出上诉 那就是最后的司法途径 如果要是你也被否决了的话 就是被拒绝了 那么你可能就要 进入被递解出境的这个程序了 所以呢 这个基本的流程 但是呢 根据咱们过去的这些分析啊 这些数据的分析 就是说 无正移民入境美国之后 如果他们寻求专业的法律的援助的话 也就是说聘请律师的话 他们的批准率 要远远的高于 你自己去做案子 自己去 怎么说呢 自己去递交这个申请 要高 所以呢 如果你要是来到了美国 以后你要申请这个庇护案 你还是要这个最好寻求是有经验的律师帮助 因为作为外国人 你对美国的很多司法程序都是不了解的 所以呢 能够让你的案子呢 能够比较顺利的递交 或者是有更多的机会被批准 还是需要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来协助你 好 那么今天呢 因为今天我的花粉过敏很严重啊 早上吃了药也没点什么 没有好转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到这儿啊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私信我 我的联络信息是在这个频道介绍栏下面 咱们下一次再见 别忘了订阅表书砍实践 咱们下一次